大家好,这期视频我们学习汉堡口径包的勾置 抗式复杂,勾置简单的一款小包 包包是由两片勾置好的主体进行缝合 用的是10.5的口径 我们开始勾置包包主体 一共勾置两个主体,这里已经勾置好了一个 勾置主体,我们用短针十字针勾法 开始勾置包包第一圈,环形起针,七个短针 短针十字针勾法,勾针穿入圈内 勾针放在线的上方勾置短针 勾完第一圈的七个短针 收紧线圈,将线圈一次性收紧 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勾置第二圈,短针加针 在上一圈的每个短针周末上勾置两个短针 加完针,第二圈的帧数就是14个短针 完成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勾置第三圈,隔一加一,七组加针 引拔位置勾置一个短针 在下一针,勾置短针加针 完成第一组加针 我们重复,勾完剩下的六组加针 完成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勾置第四圈,隔二加一 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勾置主体的加针规律 我们要一直加针到九个短针加一针 每一圈都要增加七个短针 加针有技巧 13579是单数正常加针 2468是双数错开加针 双数错开加针引把痕迹成一条直线 没有错开加针,引把痕迹会形成一个弧度 勾置第四圈,隔二加一,就是双数 错开加针 七组加针,我们勾置第一组 第一针勾一个短针 在下一针进行加针 下一针勾一个短针 完成第一组加针 重复第一组加针规律 勾完剩下的六组加针 后面的勾置比较简单 大家参照上方的图解勾置到 九个短针加一针,也就是第十一圈 双数加针就参照第四圈的加针方法去勾置 勾置到第十一圈就是77个短针 完成第十一圈的勾置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勾置第十二圈,不加不减的勾置一圈短针 完成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勾置第十三圈,不加不减的勾置一圈短针 这里只需要挑起短针的半针勾置 挑起六半针勾置短针 同样的还是77个短针 完成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勾置第十四圈,不加不减的勾置一圈短针 挑起整个针勾勾置短针 还是77个短针 完成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勾置第十五圈 挑六半针勾置不加不减的一圈短针 同样的还是77个短针 完成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接下来不加不减勾置三圈短针 勾置到第十八圈 完成第十八圈 同样的还是77个短针 如果大家想要包包的容量再大一些 就继续增加圈数 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勾一个锁针固定 运留70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 用于缝合 包包主体勾置两个 其中一个预留线头 勾置好主体 勾置包包的绿色线部分 找到第十二圈的外板针 在引拔位置的第一针入针 换绿色线打一个活节 调整好线圈大小 将线圈勾出 勾两个锁针为起立针 在同一个位置 勾一个中长针 三个锁针 在同一个位置 再勾一个中长针 这一圈的勾置 都是在每一个外板针上 勾一个中长针 三个锁针 一个中长针 一直重复勾置到最后 我们重复以上两组勾置 一直勾置到最后一针 完成在第一个中长针 针目上 引拔 勾一个锁针固定 运留5厘米的线头断线 再将线头长到背面 勾置好绿色部分 再勾置黄色线部分 包包室有两个部分组成 这一个勾置了红色线 那么我们这一个就勾置黄色线 将黄色线打好活节 勾针穿入第14圈的 外板针 引拔位置的第一针 将线圈勾出 空掉两针 在下一针勾置 6个长长针 长长针绕线两圈勾置 线头一边勾一边藏起来 我们在同一针上 勾完6个长长针 勾完第一组长长针 空掉两针 再下一针勾置引拔针 再空两针 再下一针勾置6个长长针 完成第二组勾置 空掉两针 再下一针勾置引拔针 继续空掉两针 再下一针勾置6个长长针 就这样重复的 一直勾置到最后一组 勾完最后一组 还剩一针 空掉 在第一针的入针位置 勾置引拔针 勾一个锁针固定 运留5厘米的线头断线 再将线头长到背面 两个主体都是同样的勾置 拿出10.5的口径进行缝合 先将第一个主体进行缝合 口径的边缘处对着包包的引拔位置 将包包的边缘处筛入口径的凹槽里 这里是用两股线穿入缝合针进行缝合 线的长度是60厘米左右 固定好位置 一点一点的筛入进行缝合 先缝合第一排 缝合到口径的另外一边 缝合到口径这一边 最后一针再缝合一针进行固定 接着再往返缝缝合一次 缝合到口径的另外一边 来回的缝合到了起始位置的这一边 再多缝合一针进行固定 缝合好以后再将线头藏好 另外一边的主体也是同样的方法去缝合 两个包包的引拔位置对齐 确定好位置再开始缝合 同样的方法一边卡入凹槽内一边缝合 缝合好口径 将之前运流的线头穿入缝合针 缝合针同时穿入两个针目进行缝合 两针对应的去缝合 一直缝合到另外一边 缝合到另外一边 口径里面还有两针 也要进行缝合 最后一针里再缝合一针进行固定 将线头藏好就可以断线了 包包缝合 包包缝合好 用白色线在包包主体上缝上芝麻 这边就是缝好的效果 我们将两边都缝上芝麻 再装好包带 到这里包包的勾织就全部制作好了 下期教程我们再见 你在哪里 下期教程是 是 你是 从 感谢观看